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这么小的那种 提到山西的学校 可能很多人会想到太原理工 山西大学这些知名高校 但这次我们来到山西探访的是一所 中专类院校 铝梁卫校 你看铝梁的第一所 也是唯一所卫生学校是吧 对 70年代来这位校的时候 你们住在那个 当时是 那个学校的楼还没建好是吧 没有 在之前也刚开始讲校的时候 所有的学校的一切全是在山山 人体解剖实验是什么呢 也放在上面吗 恩格斯说过 没有解剖学就没有医学 解剖学对于现代医学的影响之深远 意义之重大 由此可见 每一个医科类学校 大家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地方 解剖实验室 人体的血管 人体的血管 实体的 东莱血管 实体的 筑钢 大血管 小血管 日子刀 毛细血管 两个胜长 很多人体的管道 东莱 形状 两肺 钢 党 就是微长道 这块 咱们人体最小的骨头 在哪里 在耳朵 中耳里头的轻骨链 组成一个 那是蚌的 那圈中间 那是三块 一个像锤子一样 锤骨 一个像打铁的针子 针骨 蛇骨 应该是软骨吧 蛇骨不是软骨 是蛇头的硬骨 人体的断层 红断面 细转面 管转面 就是 水平切开 前后方向切开 和左右方向切开 这是怎么制作的 人体冷冻 路到零下四五十度 很硬的时候 打白鸡 一层一层 它这个肺是黑颜色的是 黑颜色的 就是 有很多灰层 或者是 吸入灰层比较多的 这是吕良卫校和当地政府共同办的护工培训班 这个班的学生结业经过考核之后会去到日本的医院或养老院当护工 大概是什么样的背景学员 背景学员 然后他们大概上多张时间这个课 大概上多张时间 在完之后就送到日本吗 我们现在这是第几届了 现在我们课程设置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 他们需要日语N几 你到底为什么会选择报这个话 你谁也想自己 对这块复日剧做护工有了解吗 中国网上了解过 比如说工资水平你了解吗 工资水平对于我来说我就是差不多 过自己生活就过了 在日本要待多长时间 三年 然后三加二 之前去过日本吗 没有 但是比如这次日语完了之后 你还要参加一个护工那类的考试 是吧 对 过了以后然后去面试 日语学的怎么样现在 能过N4吗 可以 日本是不是对于这块护理工作的这个人才需求量比较大 需求量非常大 因为它已经是八大国家 老龄化的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说这几年吧 对这个接护来讲的话 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除了去日本 更多的护工啊 是送往本省 吕梁山护工啊 现在已经在当地成了一个很响亮的品牌 而所有的护工培训啊 不收一分钱 学费全部由国家补贴 我看现在写的那个打造专业的吕梁山护工品牌 对 这是咱们学校现在在做的一个项目 这里头一个整种护萍项目 这个护工跟护士是一个概念吗 护士不是一个概念 哦 它是呈向于这个冰冷的这个生活方面的配复 护士的话就是比较专业 比较专业 大哥请问你是李平呢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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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吗 现在是卫士时间 我来跟你卫士 先混操 对 然后 大哥 我现在跟你卫的是牛奶 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之前就在家里待孩子 后来怎么想起来来上这个班 上这个假期 有时候那个孩子们不上学 我来学一起 学个技能 只有是走 暂时孩子们还是有走不了 就在家里也能用得到这个老人 来上这个班是不是都是政府来掏钱的 我们只是不掏学费 不掏学费 对 自己来上 免费上这个课 对 他叫杨玄 吕良卫校2012级的学生 读完三年中专 直接三加二 又读了个大专 2017年毕业 进入到吕良当地的一家民营医院 现在他已经做到了护士长 你从行业的从业者来看 就是护理 包括护工这个行业 现在对于人才的需求量大不大 其实是挺大的 比如现在是 首先之前咱们 像那个护工不怎么重视 但是这两年 其实护工 很重要 就业基本大部分都在医院 从事护理 做护士还是蛮累的 很辛苦 想对那些想报卫校 或者想做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些 学弟学妹们想说点什么 如果他们真的喜欢这个行业的话 可以尝试 其实好多人都羡慕 就是白衣天使 觉得穿上这个挺好的 但是他们不知道 工作之后有多艰辛 有多辛苦 但是如果有非常喜欢的话 我建议可以生护理 理疗卫校70年代成立的时候 开始主要是培养临床医生以及医护人员 但随着医生的职业标准越来越高 学校转型为培养护理和医疗检测的相关方向 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 很多中专还都是包分配的 那会儿上中专专可是香波波 卫校这种中专院校更是抢手 但现在很多中专院校不是被合并 就是关停 甚至有人说中专都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其实有时候不一定就是中等院校 比本科三差比研究三差 工作的就知道 学历和技能肯定是不是能证明的 一个是自己的爱好 再一个是还有自己的基础水平 再加上我们这个学医 实际上还是悟性很重要 动手能力以及自己的感悟能力 学校毕业以后我先去的县经医院 县经医院待了好几年 我是第一次先进的临床 所以说我更注重于医学生的临床教训 做医生啊最重要的不是学历 而是品德 学医吧首先它是个比较普财士吧 能吃苦 稿医人品是第一位 它那个专业是另一方面 就是与你们的知识水平啊 它是相关的 与你后期教育肯定是相关的 但是稿医首先人品是第一位的 要有百姓 要有这个大五位的自我牺牲 流血的真相出国必看 我还是不加